嗨,时光不牢,无闻不变 欢迎收听FM4H2356 我是主播雪曼 失去过才知道谁最重要 一个听友他告诉我说 我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今年22岁 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宝宝 我跟我的老公还没有离婚 我却已经爱上了别的男人 在我老公那里 我找不到的感觉 我在他那里都能够找到 他可以陪我聊得很晚很晚 但是我跟我老公每次聊天 就几句话 不管是看视频还是打电话 在他那里 我找到了被爱的感觉 他也愿意等我离婚 我该怎么办 谁不知道恋爱的感觉 比婚姻的感觉要好很多 要单纯很多 恋爱只要双方念在一起就好 深夜不用管明天的太阳 是否升起 谁也不用去想 日常的产米油盐而烦恼 只要在一起谈谈情 说说爱就好 所以 恋爱的感觉 真的很美好 但是 你要知道 婚姻也是从爱爱里走过来的 从一开始你也是你龙我龙 因为你只有彼此 只有彼此的爱 只有相互的欣赏 但结成了夫妻 就有了家庭的责任 重点 不再是彼此 而是 整个家 所谓爱上别人的男人 这是真爱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这段感情走到生活之后 还能和现在一样吗 话随随便便说 真的很容易 这些话 说去去之后 可以不认账 说爱 很简单 守在一份爱 却不容易了 你就算和你的老公离婚了 他和他结婚以后 也会遇到同样现在的问题 所以 不要犯傻 你还有一个可爱的宝宝 你真的舍得让他变成单亲 单亲的孩子吗 况且 你的老公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好好珍惜当下有我的 别等到 失去之后 才懂得珍惜 我们从小到大 都觉得 邻居的家的饭特别香 因为吃习惯了自己家的 然而实际上 自己家的饭 并不是不好吃 而是你每天都能够吃上 你才会有一种厌倦的感觉 小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父母很烦 总是唠唠叨叨 但在你离开家乡之后 你再回来的时候 你远远地看着自己的父母 就会忍不住地流泪 在你受伤绝望的时候 想到父母 你就有君神了 有些人 他不是不好 只是你靠得太近 也拥有了 所以你才会觉得 那些未曾拥有的幸福跟美好 但如果同时失去这样两段感情 你一定会知道 哪一个才重要 只是到了那一 那时候 一切都完了 这样的结果 是你想要的吗 小影的收听 这里是FMO42356 我是您的主播 雪曼 我们下次再见